哈喽大家好 我是陶吉公 今天是武汉封城的第四天 我的同事 就是跟我在一个办公室的同事 关系特别好 他昨天晚上跟我发信息 说他爸爸已经去世了 就是他爸爸感染了这个病毒 很快就去世了 然后他妈妈也生病了 现在他妈妈在医院里面 他也不敢去照顾他妈妈 这个疾病呢 就是喜欢就是 一发作呢 就是一家人全部都生病 他现在跟他老公在家里自行隔离 他老公一个房间 他一个房间 这是他跟我发的语音 我可以放在跟大家听一下 你们今天吗 别到处跑 现在情况比报道的严重多了 特别是那种老人 还有那种免疫的特别低的人 就容易中手 现在很多人感染 都是家庭互相感染 我现在都已经和我老公两个人隔离了 我们两个人都自己在家 现在门我面 我今天早上又看新闻 又说是 确诊了什么1900例 死亡了几十例 我觉得这个数字肯定是不对的 确诊了1900例是绝对不止的 我觉得应当是比这个数字要高很多很多 而且估计死亡也死了很多很多人了 如果真是只有这么一点点 1100万人 只有这么一点点人的话 也不会说是武汉封城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陶吉宫 我决定还是接受大多数网友的意见 出去多准备一点粮食 我现在要出门了 这件衣服是我专门去外面穿的 我出去我决定把脚包起来 口罩没买到只有这个面具 然后还要把眼睛遮上 这是我的一个泳镜 我都没法戴上 拉鸡 门口的拉鸡 我去加点拉鸡 我去加点拉鸡 我来看一下外面 他说早上10点开门 现在已经下班了 里面在消毒在 不让我进了 我明天上午再来看一下 泡面我准备拿两箱 这鸡蛋是360块钱一箱 我把鸡蛋固定在我的小电瓶车上 我买了两提纸 三箱方便面 一箱鸡蛋 一条面条 一桶油 五代元 两代米 因为都挡价了 所以有点贵 这是在一个小超市买的 你终于回来了 外面情况怎么样 好闷人啊 反正都涨价了 这桶油要70块钱 这一箱鸡蛋是里面360度 他要了360块钱 放到了 米的话没有米了 然后只买到的两小包米 两小包米好像是25块钱 这样一包 一包是50块钱 多少斤 一包是多少斤 这应该是五斤吧 我看一下 好你快去洗手 我去洗手 反正我也是听从了 部分网友的建议 出去买东西 我刚才这些东西已经买了 估计够我们生活一段时间 谢谢大家的关心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